地獄公使其實揭穿了中共本身就是個邪教 不相信嗎? 我們再把中共對邪教的定義拿出來看一看 2017年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司法解釋 認定邪教是神話鼓吹首要分子 利用製造散佈迷信邪說等手段 蠱惑蒙騙大人 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好 我們一個個來過一遍 請大家想一想 共產黨有沒有神話鼓吹首要分子呢? 顯然有 對不對? 中共過去不斷吹捧毛主席是偉大光榮正確 還說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現在又把現任黨魁捧成 中國新時代的偉大掌舵人 要大家圍繞在習核心身邊 這是不是就是神話鼓吹首要分子呢? 再來 共產黨有沒有製造散佈迷信邪說 和蛊惑欺騙他人呢? 也有 對不對? 中共過去承諾要讓人民擁有土地 要讓人民擁有自由、民主與人權 那現在有哪個實現了? 土地還是回到了黨的手裡 那現在中共說要推動全過程民主 那哪裡真的人民做主了呢? 這樣是不是散佈邪說 蛊惑他人呢? 接著 中共有沒有發展控制成員呢? 當然有 中共這幾年大力發展黨組織 鼓勵民眾入黨 現在號稱有將近9200萬黨員 而且中共近期不斷加大力度推動黨建 用更嚴密的手段來控制黨員、管束黨員 甚至要求黨員每天要用手機APP 學習黨魁的言論 目的就是要逼迫黨員高度忠誠 不能反黨、不能妄議中央 最後 中共有沒有危害社會呢? 我想這就不用多說了 從中共官員的貪污腐敗 從中共高層利用權勢玷污女性收取性賄賂 再到地方官員的施政不利、堕政、懶政 讓許多天災都變成人禍 加大了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 根據《華盛頓郵報》披露 中共從1949年建政以來 造成中國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死於非命的人數 已經超過8000萬人 那這樣看來 中共是不是危害了中國社會呢? 肯定是的 那麼再進一步說 官方自己對邪教的定義 中共都非常準確地吻合了每一項條件 那這樣是不是又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 中國共產黨本質上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呢? 是不是剛好呼應了地獄公使的影射呢?